《生命记》第十一章 主的伟大 你要爱耶和华 你的神 上手他的吩咐 律例 典章 戒命 你们今天当知道 我本不是同你们的儿女说话 因为他们不知道 也都没有见到耶和华 你们的神的管教 威严 大能的手 和伸出来的傍庇 并在埃及中 向埃及皇法佬 与他全地所行的神迹歧视 也没有见到 他如何带埃及的军兵 车马 他们追赶你们的时候 耶和华 如何使红海的水淹没他们 将他们灭绝 直到今天 并在旷野如何带你们 以至你们来到这个地方 也没有见到 他如何带里面子孙 以利压的儿子大滩 亚比兰 地如何在以色列人中间开口 吞着他们 和他们的家眷 并将铐与他们的一切活物 唯有你们 亲眼见到耶和华 所做的一切大事 应许之地的复杂 所以 你们要守我今天所吩咐的一切戒命 使你们胆壮 能以进去 得你们所要得的那里 并使你们的日子 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 允许给他们 和他们后裔的地上得以长久 那个是流奶与蜜之地 你要进去得为业的那里 本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 乃在那里杀种 用脚窍罐 好像窍罐菜园一样 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里 乃是有山有谷 雨水滋润之地 是耶和华 你的神所眷顾的 从岁首到年中 耶和华 你的神 眼目视上看顾那里 你们如果留意 听从我今天所吩咐的戒命 哀耶和华 你们的神 尽心尽性 施奉祂 祂必按时 降秋雨春雨 在你们的地上 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 伸走和游 也都必使你们 吃得饱足 并使田野 为你的生畜掌草 你们要谈慎 免得心中受迷惑 就牵离正路 去施奉 敬拜其他神 耶和华的怒气 向你们发作 就使天闭塞不下雨 地亦都不出产 使你们在耶和华 所赐给你们的美地上 速速灭亡 你们要将我这番说话 存在心内 留在意中 是在手上为记号 带在额上为经文 也都要教训你们的儿女 无论坐在家 行在路上 躺下 起来 都要谈论 也要写在房屋的门框上 并承门上 使你们 和你们的子孙的日子 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 应许给他们的地上得以增多 如天福地的日子 你们如果留意紧守进行我所吩咐的一切界命 爱耶和华 你们的神 行祂的道 专靠祂 祂必从你们面前赶出一切国民 就是比你们更大更强的国民 你们亦都要得他们的地 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都必归你们 从旷野和黎巴嫩 并有法拉底大河 直到西海 都要作你们的境界 必无一人可以在你们面前暂立得住 耶和华 你们的神 必照祂所说的 使具怕惊恐 淋到你们所踏之地的居民 看看 我今天将祝福与咒作的说话 都沉明在你们面前 你们如果听从耶和华 你们的神的戒命 就向我今天所吩咐你们的 就必蒙福 你们如果不听从耶和华 你们的神的戒命 偏离我今天所吩咐你们的道 去侍奉你们素来 所不认识的其他神 就必受和 及之耶和华 你的神 令你进入要去得为业的那里 你就要将祝福的话 沉明在基烈深山上 将咒作的话 沉明在以巴鲁山上 你耳山 岂不是在约旦河那边 日落之处 在住阿拉巴的奸南人之地 与吉甲相对 靠近摩利像书吗 你们要过约旦河 进去得耶和华 你们的神 所赐你们为业之地 在那里居住 你们要紧手进行 我今天在你们面前 所沉明的这一切 律例典章